字幕提供 《振民荣獵人》 敬禮兩名和尚 敬禮撒迦鎮空上師 敬禮十六四大霸法王卡馬巴 敬禮圖登達吉上師 敬禮同修本尊 地藏王菩萨 敬禮 谭诚三宝 那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今天只有三位贵宾 很少 中华民国行政院 北美苏协调委员会 秘书长 廖东周 大使夫人 Judy师姐 中天电视台 给你点上新灯 节目制作人 西亚齐师姐 庄静耀医师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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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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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 Thank you for coming. See you next week. See you soon. 上個禮拜好像 上個禮拜好像也講 See you next week. See you soon. 但是呢 明天是海洋節 是海洋節 那麼西雅圖雷仗是依照慣例 都有兩個攤位 在China Town的Street Fair 就是一個會兒 還有兩個攤位在那裡 那明天我們 早上十一點 在廟裡面集合 那麼就出發去那個 看這個 海洋節的會兒 看完呢 就吃個午餐 那很快 我們就會回來 就是這樣 所以明天在山莊是沒有附謀 明天在山莊是沒有附謀 上回我講說 上個禮拜天 在山莊講說 這個 習慕順 next week 那是 那是不對的 不是在山莊 是在這個 Street Fair 那麼今天我們是 修這個地藏菩薩 本尊法 哇今天天氣是非常的熱 熱到這個 也好像沒有什麼風吧 我這邊有 這邊有冷氣再吹都覺得熱 那你們那邊那更熱 辛苦大家啦 真的 真的辛苦大家 真的 太感人了 天氣這麼熱啊 你們還 還在這樣子 坐在那裡 非常的辛苦 我 我一生是最怕熱 一生 最怕熱 台灣的熱 我也是受不了 那 以前我記得 我剛來美國西雅圖的時候 從來沒有流過汗 前三年吧 前幾年 通通沒有流過汗 我說 喔 西雅圖真的是天堂 真的很涼爽的 那時候是幾年前的事情 我到美國來 38歲到美國來 現在是70歲 減起來的話是幾歲 32 32 那麼可以講 差不多 二十多年前的西雅圖 天氣非常涼爽 我曾經有過 一整年 好幾年 從來沒有流過一次汗 我發覺真的是天氣是變了 天氣變得很厲害 天氣變了 現在每到夏天的時候啊 好像有到九十度 九十幾度了都有 在西雅圖 九十幾度了都有 沒想到今天也是這麼熱 已經熱了一個禮拜 這個天啊 我已經受不了了 這天氣怎麼變化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所以佛講的這個無常 也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根本沒有常態嘛 當年的西雅圖 我們剛來的時候啊 沒有多少華人 沒有 聽到一個講國語的 或者是講台灣話的 哇 聽到一個講國語講台灣話 就很稀奇了 三十多年前 一個講國語的講台灣話的 好親切 馬上就問他說你從哪裡來 現在聽到一個講國語講台灣話 都不敢問因為太多了 好多好多 這個也是無常 這個天也無常 地也無常 人也無常 那都是無常 想想看 剛剛參加這個佩良的婚禮 佩良師姐的婚禮 我們記得我們到加拿湯去 參加她的這個婚禮的喜宴 真是人是無常 真是人是無常 真的很無常的事情 人也無常 天也無常 地也無常 地怎麼無常 你看嘛 以前 西雅圖雷仗寺 哪裡有一隻蚊子 我們剛 搬來這個西雅圖雷仗寺建好 八棟房子建好 那我爸爸到這個西雅圖來 他就 在西雅圖那邊 他睡覺 睡覺的時候要我們掛蚊帳 要我們給他掛蚊帳 我說西雅圖沒有蚊子 不用蚊帳 哇 我爸爸說 哎呀 真的是天堂耶 啊 來到這個西雅圖 不用掛蚊帳 他以為有蚊子 其實沒有 聽說現在西雅圖也有蚊子 你們問庫巴來的 有沒有蚊子 溫哥法有沒有蚊子 有啊 溫哥法也有蚊子 天啊 天啊 以前在西雅圖根本沒有蚊子 不會被蚊子定的 想不到蚊子也移民 蚊子也移民到西雅圖 而且呢 聽說還有小金剛 很小的很小 很小的 那個 你說 那個你家裡啊 用上那個 這個網 就是家裡的那個 窗 紗窗 小金剛會飛進來 在台灣 整個小金剛 幾乎佔領了整個台灣的山 整個山 全部都是小金剛的天下 現在 既然西雅圖也有小金剛 哇 而且你走路的時候 在頂上 在你的頭頂上 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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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以前從來沒有看過的 怎麼會這樣呢 所以地也在變 天啊 天啊 無常 地無常 人無常 以前 中國中的弟子在西雅圖 那些老弟子都不見了 不知道哪裡去了 難道是那個 GAME OVER嗎 到哪裡去了 也會搞不清楚 唉 今天我們修地藏菩薩本尊法 希望這個地藏菩薩 幫幫忙 把這些蚊子趕走 讓我們這個西雅圖雷藏士 沒有蚊子 山莊沒有蚊子 山莊沒有跳蚤 大家是閉關的 都不會被咬 這個祈求地藏王菩薩 因為你是管地的 天公是管天的 海是天上聖母管 這個龍王管的 那麼地是地藏菩薩管的 其實地藏有六地藏 有六地藏 那麼管天的也有 鼎天賀地藏是管天的 鼎天賀地藏是管天的 還有元壽地藏很多 有六地藏 六道裡面啊 都有地藏王菩薩 那麼我們希望地藏王菩薩呢 能夠加持大家 不要被蚊子咬 不要被小金剛咬 不要被跳蚤咬 不要被這個臭蟲咬 希望我們家裡通通沒有老鼠 那個家裡也沒有蟑螂 沒有老鼠 我記得我以前住在 這個 Gam Shabduch Gam Shabduch 的那個 南山亞瑟 哇 既然有這個 有老鼠 家家戶戶都有老鼠 那個老鼠 美國老鼠 美國是什麼都大 就是老鼠小 很奇怪 老鼠很小 那個 那個 門啊 這麼小 門這樣子 跟地啊 只差這個一個很小的 我看到那個老鼠走過來 然後他身體放扁 既然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轉進去耶 他可以整個身體浮下來 像我們阿兵哥福地 那個 那個 普普全靜這樣子 身體整個通通都 變成扁的老鼠 然後轉進去 那老鼠很小 最小的老鼠像大拇指這樣子 他拖著一個尾巴 小老鼠 像大拇指一樣小 也有比這個還大一點 大 稍微大一點點 台灣老鼠很大 那 那 美國老鼠很小 就是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現象 這個世界上 就是這麼奇 這個 美國什麼都大 發聲也大 但是 發 美國的發聲大 但是呢 他沒有香味 台灣的發聲小 但是很香 很香喔 台灣的發聲好吃 台灣的發聲好吃 美國的發聲就 傻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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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就是 美國的老鼠 就是特別的小 然後 以前 以前在 住在那個 南修陸西 我就求 地藏王菩薩 地藏王菩薩 家裡老鼠很多 那 那 是不是能夠 把這個 老鼠趕出去 結果 我覺得 我們 到時候請那個 pass control的人 pass control的人 來抓老鼠 那我們 在 地下室裡面 大概抓了 他把那個 地下室的 熱氣管都咬破 最後 我們 裝上 鋼鐵的 裝上 鋼鐵的 那個 熱氣管 才不會被咬破 老鼠 坐窩 就在那個 冬天冷的時候 他在地下室 比較不冷 而且在 熱氣管旁邊 竹 竹草 我們抓了 差不多 12隻 我說 哇 這麼多啊 真的 他抓給我們看 怕是 抓給我們看 12隻 老鼠 我說 請了地藏王菩薩 還有12隻 他說 你們啊 你家啊 那個pass control的人講 你家 老鼠算是少的 我在 你們家的對面 山上的那一家 一共抓了 差不多 30隻 你們家 才有 十幾隻而已 可見 那個地藏王菩薩 是有妇 哈哈哈哈 你家才抓 12隻 那個 你家對面那個 比較高的 那個斜坡的地方 那一棟房子裡面 抓了30多隻 但是還是沒有蚊子 想不到最近有蚊子 我們台灣的這些 那個 那個 抓蚊子的這些 藥啊 可以進口美國 因為現在全美國幾乎都有蚊子 以前沒有的 變了 地藏王菩薩 求求你啊 這個 咬別人不要緊 哈哈哈哈 不要 咬我們總和中的同門 哈哈哈哈 哦 對不對 這個 應該這樣子 求地藏王菩薩 地藏王菩薩 保佑我們啊 放光加持啊 蚊子 到了時候啊 我們身上都有地藏的光啊 這個蚊子就進不來啊 這個就不會咬我們啊 要求地藏菩薩 然後呢 那天氣不要這麼熱吧 我們實在 已經受不了了 八夜還沒到耶 七夜 八夜是最熱的 七夜八夜 八夜都還沒到耶 怎麼可以熱呢 我剛才在這裡就 差一點都 都撐不下去 地藏菩薩是很偉大的 在他有六地藏 六道眾生裡面都有 那在地藏菩薩本宴經裡面 他有這個 很多的分身 處處都有地藏王菩薩 而且地藏王菩薩在日本 在日本 日本的密教裡面 還有日本的這個東密 跟日本的這個佛教裡面 幾乎整個田野都可以看到 很多地方都有 都有地藏王菩薩的像 持走這個西藏 那邊有著站立的 站立的 顏頂的地藏王菩薩 在日本的鄉下 很多地方都還是有地藏王菩薩 那麼當初呢 我們中國大陸這個九華山 九華山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 那第一個成就的就是 金喬傑 金喬傑 他姓金 當然啊 大家想到姓金 就知道 那是韓國人 韓國 姓金都是韓國 事實上 金喬傑也是從韓國來 那時候佛教傳道 佛教從印度傳到西藏 傳到中土 由中土第一個傳的是傳到韓國 再從韓國呢 再傳到日本 應該他的傳 那個流傳是這樣子 就是從印度到西藏 中原 然後到新羅 那時候韓國的時候不叫朝鮮 叫新羅 那新羅再過去就是日本 就是日本 那佛教是這樣子傳過去的 所以很多這個武登會員裡面 也有很多的新羅國的出家人 生人 也就是韓國人 也就是韓國人 那麼金喬傑本身就是韓國人 他是韓國人 在九伐山建立 九伐山的地藏菩薩的道場 他第一個在九伐山 他第一個在九伐山 獻若身菩薩的 就是金喬傑 這是地藏菩薩的根源 那麼我們中國中的金蓮花童子 大部分都是地藏王菩薩的轉化 都是地藏菩薩的轉化 那麼地藏王菩薩跟我是Brother 跟師尊是Brother 所以你們到了這個 不小心啊 我是講不小心你們如果到了民間 到了地獄 那麼提師尊的名字都還有救 都還有救 這個元柔王啊 是地藏王菩薩館 十殿元王他還有八大使者 那麼我下生的時候啊 地藏王菩薩他給我一個使者 就是屬於一個大力鬼王 也就是笑面鬼王 在我的這個右鎖大盟子的背後 有一個笑面鬼王 就是藏在我身體裡面 當我的護法 是地藏王菩薩送給我 他送給你一個使者 就是笑面鬼王 所以每當我有很大的災難的時候啊 這笑面鬼王他就會出現 他會保護這個 保護這個 謝謝 這也是我跟地藏王菩薩的 這個陰言 他有他的根源在裡面 那個 我覺得我跟地藏王菩薩很有緣的原因 就是我個子是比較小一點 個子比較矮一點 跟地比較接近 你們個子高的啊 跟天比較接近 個子矮的跟地藏菩薩比較接近 個子矮一點的跟地藏菩薩比較接近 其實地藏菩薩也沒有那麼矮 地藏菩薩也是很高 我特別知道他地藏菩薩 在地藏有一個淨土 叫做 淬微淨土 這個在佛經裡面可能找不到淬微淨土 裡面查這個地藏菩薩的淨土 這個 有iPad 可以 地藏菩薩淨土 淨微淨土 有嗎 你們查得到嗎 他的淨微淨土 他有八大使者 其中有一個 他不是叫笑面鬼王 他是另外一個大力 大力 叫大力吧 他有一個寵物 地藏菩薩有一個寵物 他叫地聽 地聽 就是他的坐騎 是地聽 什麼叫地聽呢 他只要佛福在地上 全世界上的事情他都知道 所以叫地聽 除了我開示的叫淨微淨土以外 在所有的佛教經典裡面 找不到淨微淨土 所以師尊知道淨微淨土 可見師尊跟地藏王菩薩是多麼的 多麼的 你在佛經裡面找不到的 但是師尊知道的 只有我一個人講的 這個才是稀奇 地藏王菩薩有沒有淨土 你們有查出他有什麼淨土嗎 所以這個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喔 當然你在網路上找不到 而且在佛經裡面找不到地藏王菩薩的淨土 我卻能夠知道地藏王菩薩的淨土 這就是師尊到過那裡 那麼你們呢 如果到 不小心啊 我是講不小心 你們下到民間 到民間 你報師尊的名字 保證有好處 保證有好處 因為我也到過那邊洪華 也有人證喔 在台灣有人證的喔 台灣那一個人叫什麼名字啊 我忘掉他的名字 台灣有一個 台灣有一個 有一個 蛤 鄭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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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鄭義華這個你的 他是生病了 病得很嚴重 然後呢 他的 這個 這個 魂魄 我們講魂魄 在佛教裡面就講死 他的士 士神 已經到了陰間 已經到了陰間了 然後他到了陰間喔 他居然看到我 在那邊洪華 看到盧世尊在那邊洪華 那麼我看到了這個正義法 我就跟正義法講 你不應該來這裡 你還要回到陽間 他說我怎麼回去 他說 師尊就比一個那個 好像 我記得是這樣子 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我說比一個這個 一個圍牆 那個鐵圍山 鐵圍山圍住的 其中啊 有一個很小的洞 我說你從這個洞 鑽進去 從這個洞鑽進去 你就會回去 結果那個孫義華就聽我的話 就從那個洞鑽進去 結果 一鑽出去以後 他好像就回到了那個醫院 然後又進到他自己的身體裡面 就醒過來 醒過來就是告訴 很多人 說他在陰間看到盧世尊 在鐵圍山裡面 正在說法 講金說法 這個是自有人證的 自有人證 看到我 然後還揚以後 他講出來 而且當場在台灣雷杖寺裡面 站起來作證 站起來作證 他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也不是曾佛宗的弟子 當初的時候他也不是曾佛宗的弟子 只是他到了陰間的時候去看到我 在這個地域裡面洪華 所以我沒有人證 那麼世尊也知道摧為淨土 也救過這個 那個 連野上司 連野上司 連野上司也救回來 還有好幾個 我從陰間裡面救回來 有好幾個 從陰間裡面 他只要 懂得念 到了 閻羅王面前 懂得念 歐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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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 這個蓮花童子就站在旁邊 然後馬上就把他救回來 有好幾個 你還懂得念的話 還有得救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 台灣的以前的婦產科的醫生 王醫師 王醫師 他已經過世了 現在已經過世 有一次車禍 很嚴重 也是很嚴重 躺在醫院 裡面 那麼 就 有人把師尊的這個龍袍 就給他披在他的這個身體上面 披在他的那個 那個王醫師的身體上面 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他已經在陰間裡面 閻羅殿裡面那邊排隊了 王醫師啊 他在那邊排隊 然後他走走走走到閻羅王面前 閻羅王問說 你叫什麼名字 他說我是那個 王醫師 你身上披的是什麼 他不知道他身上披的是什麼 一看 我披那一件 那一件衣服就是盧世尊的衣服啊 那這樣子啊 既然你跟盧世尊有緣 那送你回陽間 這樣子 就把他送回來 那王醫師啊 王醫師見到人就講這件事情 他說 不知道誰給他披來一件 這個衣服 那是師尊的衣服 結果他回到陽間 他就是以前我在台灣的一個醫師朋友 叫做王醫師 叫做王醫師 他是在那個 台中路 這個 那之後台中路上面有一個 路橋 有一個路橋 上面在走火車 經過那個路橋 就是王醫師的整首 是在那裡 那現在不知道有沒有已經不知道 他的診所是在那裡 台中路 那他也 他也那個 他是婦產科的醫生 也救了不少人 那剛好有這個姻緣 也救了 也幫忙他一次 這個也都是事實 那地藏文菩薩很偉大 很偉大的地藏文菩薩 他有六道 六地藏 甚至有十地 地藏菩薩十地經 地藏菩薩十地經 有沒有這本經典 有哈 地藏菩薩十地經 有這本經典 而且這本經典裡面所提到的 地藏文菩薩的名稱更多 比那個六地藏還要多 所以地藏文菩薩有很多的分身 是非常偉大的 非常偉大 那我們今天在講這個 密教大圓滿 這個普賢王菩薩 就是佛賢如來 也就是阿達爾瑪佛 他說第二德 現在講第二德 第二德呢 阿達爾瑪佛之名 佛賢如來 普賢王如來 寒暢於眾生之之種之中 世間的人從不知其名 一切眾生不是 所以是無量世界 總寒暢之法生 由於是無文 所以是無量 其實這個名稱 在你們沒有修這個 密教的時候 你們也不知道 什麼是阿達爾瑪佛 阿達爾瑪佛你們也沒有聽過 沒有信佛教 信密教 聽不到阿達爾瑪佛的名字 到現在為止 也很少人知道 佛賢如來 其實佛賢如來是我舉 佛賢如來 佛賢 台灣話叫佛賢 普賢叫佛賢 國語叫普賢 中間就是佛賢 是一樣的一個名稱 所以我講佛賢如來之名 航長於眾生的之種之中 是在每一個眾生裡面 都有普賢王如來這個名字 這個世間的人從不知其名 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 很多眾生都不認識他的 都不認識他的 你雖然講普賢王如來 佛賢如來 阿達爾瑪佛 眾生也不認識他是誰 所以是無量世界總含長之法生 所有一切世界裡面 他都有他的法生 藏在裡面 因為是無文 所以是無量 所以今天要成佛 你就要從眾生的之種之中 去找出佛賢如來的種子 在你心中的種子 這個叫做見性 你如果懂得 你身上有如來的種子 而且你去看見了它 那 你就可以成佛 那麼他的第二個功德 就等於是說 他含長的法生 在眾生的之種之中 因為是 根本聽不到的 看不見的 所以是無量 我想看得見的 有一個笑話是這樣子講 有一個女的 一個太太 她在鏡子面前照鏡子 先生在旁邊看報紙 這個太太就講 老公啊 老公啊 天啊 我覺得我變得很醜 又胖又老 我現在真的很需要你的讚美我 讚美 那老公在旁邊看報紙說 哎 你的勢力還是很好啊 讚美你 這是有形象的 人啊 會變得又醜 又胖 又老 會嗎 會的 我們舉一個小例子好了 師尊年輕的那一張照片 最年輕最瀟灑的一張照片 跟那個什麼 來自星星的你 的男主角 被同門給他擺在一起 誒我看那兩個人呢 我看啊 那個 男主角姓什麼 也是金啊 那就是韓國人嘛 韓國人都姓金的很多 所以那個金喬傑地藏菩薩也是韓國人 心羅 那時候叫心羅人 擺在一起 我看姓金的 也不像金啊 我才像金呢 對不對 師尊是寒場 而內念的 我的眼睛是寒場內念的 他的眼睛啊 雖然很漂亮 但是他是有點突然 突出來 不是內念的眼睛 內念的眼睛比較含蓄 突出來的眼睛比較 比較凶狠 看了半天啊 還是我比較瀟灑一點 這個叫做自己臉上貼金 但是那張照片呢 對起現在的師尊來講 那真的是很遺憾 真的 現在的師尊啊 是稍微有點胖 以前我很瘦 而且 你不能現在不能講瀟灑 現在當然是醜一點啊 又老啦 對不對 又老 又醜 我以前我小的時候 眼睫毛很長的 我的眼睫毛很長 現在幾乎看不到我的眼睫毛 哎呀 真的很遺憾啊 我的眼睫毛跑到那裡去了 我的眼睫毛跑到那裡去了 被我的眼皮垂下來蓋住 師母講的 你視力真好 師母的視力還是很好的 真的 醜一些 又胖一些 又老一些 我真的很需要你們的讚美 呵呵呵 怎麼都變了嘛 哪裡能夠保持這個 青春啊 我那時候那張照片是 就是 在我讀大學的時候照的吧 頭髮 披一邊 穿眼領 穿個 青年裝 那時候叫青年裝 不叫西裝 青年裝 這邊 眼領蓋起來 其實自己看也蠻喜歡 如果能夠保持 永遠保持這樣子 我還可以這個 不過身高是一個問題 我能夠保持這樣 可以參加那個 王子的約會 身材又很高的話 可以參加王子的約會 然後可以洗掉很多人的燈 呵呵呵 可惜呀 這個人會變的 而且呀 還會變什麼樣子呢 我記得我身高最高的時候是163耶 呵呵呵 最高的時候是163耶 現在王子的約會 那個身高都要17級的 17級以上 才有資格去參加王子的約會的 我身高只有一六三 那就沒資格了 唉 最近這個 最近去檢查身體 一年我都要檢查一次身體 去檢查身體 雖然 醫生跟我講 你什麼都不用吃 因為你全身都是健康的 叫我藥也不要吃啦 通通不要吃啦 你身體完全都是健康的 檔固醇 一六級 檔固醇一六級 血壓 119 高的119 低的75 這個血糖 血糖 在標準之內 血糖在標準之內 也沒有什麼三高 都沒有 那也沒有 肝也正常 腎也正常 五臟六腑全部正常 身體全部正常 連一點病都沒有 以前我還有一點小毛病啦 現在去檢查 既然一點病都沒有 叫我說身體都正常 什麼藥通通不要吃 我說維他命呢 他說你要吃你就吃 不吃就不吃 維他命也可以不吃 不過我去量了一下身高 我以為我還是163 天啊 天啊 這個 真的又矮了一些 對 你看連身高都會變 哎呀 我要吃 吃真高福啊 那個 畫福的是莉莉法師啊 蛤 你幫我畫一些真高福 我70歲了 我還想真高 然後 還要去參加王子的約會 你要 你畫的真高福 要幫我增到 一百七十幾公分 這什麼都會變 一種東西不變 寒場的 阿達爾瑪佛的 是 在你身上 他是很久不變的 永遠不變的 你轉世到哪裡 他都不變的 這個才叫做功德 第二個功德 也就是阿達爾瑪佛的 如來的總事 在你身上 佛的總事在你身上 是很久不變的 你只要把你所有一切障礙 全部解除 你就是阿達爾瑪佛 這就是他本身的功德 有一天呢 一個推銷員向一個老闆 推售一個跑步機 老闆說 我們每天在馬路上 跑步都不要錢 推銷員笑來笑講 你買了我的跑步機阿 你就可以每天在家裡裸奔 在家裡裸奔 像這種天氣阿 像這種天氣阿 回到家裡阿 真的你要運動的話 在家裡裸奔是可以 有跑步機的話 你在家裡裸奔 沒有人看到阿 一切都是Biden 你的自由 你在馬路上 你沒有辦法裸奔 一裸奔的話 馬上警察就來 在台灣更 馬上就妨害風化 就是有罪的 妨害後悔 那你可以在家裡裸奔 像這種天氣在家裡 運動很好 你可以這個 真正的解放 真正的解放 然後解放了以後 你可以這樣子 在家裡 跑步機上 跑一切都可以的 告訴大家 我們人阿 人類阿 都是自己加上 自己本身的那個加鎖 那個加跟鎖 都是自己扣上的 其實你自己把自己 完全解脫的時候阿 可以講 你那個佛性阿 是完全赤裸裸的 它就顯現出來 我們被很多東西綁住 像被衣服綁住 像溫哥華的那個女弟子阿 每天都叫我說 欸 師尊阿 這麼熱你還穿龍袍 脫掉龍袍 這麼熱 你還穿打麻妝 還穿長袖的 脫掉 這麼熱 你還穿裡面的內衣 我還穿內衣喔 還穿裡面的內衣 他就很喜歡看肌肉的 他很喜歡看肌肉狼 他說 師尊是肌肉狼 你要露出你的六塊肌阿 還有你的胸肌阿 還有你的擴背肌阿 你為什麼不露呢 我說已經露過了 就不再露了 青春不留白 七十歲 我在台灣過生日的時候 我就露了 露一次就可以了 因為被什麼綁住 被所有的明教綁住 佛教的生理 不可以裸體 他只能夠露 露個這個右肩 露 露右肩 其他不可以露 所以很少看到和尚游泳 你很少看到和尚比丘尼去游泳 穿3.4 或者是穿比基尼 尼姑穿比基尼去游泳 和尚穿游泳褲游泳 這個精速害俗阿 你們一般的在家中 你去穿比基尼游泳 沒有人講話 你這個一般的在家中 男中 你穿游泳褲去游泳 絕對沒有人講話 大和尚 你看哪一個大和尚 穿游泳褲去游泳 你看我只有穿一次喔 你看我只有穿一次喔 我這一生當中 穿游泳褲 跟大家游泳 只有去 從哪裡呢 從西雅圖 到這個 在凱克里的Hotel裡面 曾經游泳一次 跟很多這個 上司阿 法師阿 這個比丘 比丘尼阿 比丘尼沒有吧 比丘尼應該是沒有的 有阿 比丘尼也有下去游泳 是連結上司嗎 總之那次上司有很多 下去游泳 還有在家即使 大家一起在游泳池游泳 唉 游了半天阿 我是表演我這個指頭阿 它可以彎下來 這樣子 本來指頭是這樣子的 那沒有辦法彎的 我是可以彎下來 這樣子 你知道嗎 好 這樣子 彎下來 這樣會嗎 有些人不會的 有些人怎麼彎都 這個彎不下來 這個彎下來 喔 我是在表演這個 剛好在表演這個 大家跟著我學表演這個 阿旁邊游泳池旁邊 好多人呢 都在一起 剛好在這樣 剛好在這樣 就被咔嚓 照來一張相 結果把旁邊的人全部棄掉 剩下兩個人 在比這樣子 剩下兩個人在比這樣子 好像把那個游泳池就縮小 變成浴缸 我跟一個你的弟子 兩個人在比這樣子 所有旁邊的人全部CUT掉 全部被CUT掉 游泳池就變成浴缸 天阿 那一張就是 師尊的罪證 原來照片也可以 把旁邊的人全部CUT掉 剩下我們兩個 那是在CALCLE的游泳池 跟大家游泳過 那大家也認為我這個人 既然是一個大和尚 怎麼可以穿游泳褲 那個 在游泳池 在游泳池跟 這邊也排了一排女生 那邊也排了跟所有的女生造像 也是不對的 明教把自己耶稣 这个明啊 明啊 跟所有的佛教的制度 把自己全部都耶稣 如果我自己 创的佛教 我说像这么热的天气 我可以穿游泳裤 在这里坐在法座上说法 可惜是释迦牟尼佛创的佛教 释迦牟尼佛创的佛教 好像有规则 你不能裸体 让大家看到 这样 哎 这个就是 人把自己绑 其实佛性 真正的佛性是赤裸裸的 那个才是真正的佛性 你要看到自己 那个才是佛本身的 真正的功德 如来的种子 是赤裸裸的 绝没有东西可以耶稣它的 所有的明啊 教啊 都没有办法耶稣它 其实释迦牟尼佛的 像也有赤裸裸的 他那个我们在遇佛的时候啊 那个小孩子不是一所指天 一所指地吗 天上地下唯有我独尊吗 他还不是全身都是光的 他还不是全身都是光的 他有批东西吗 啊有批吗 人给他批上去的 人给他批上去的 真正的应该是赤裸裸 老公讲啊 大家都说小李的老婆好看 小钱的老婆难看 这个老婆就问老公 那我呢 老公说 你算是他们两个的综合 这是难看跟好看的综合 老婆就问 那到底是好看还是难看 老公就讲 是好难看 好看跟难看的综合 你说我们人 什么是好看 什么是难看 审美的观点不一样 什么叫做好看 什么叫做难看 在佛性 大家都一样 同样都是光明 赤裸裸 功德无尽 无量寿 无量光 功德无尽 光明 空 还有乐 都是这样子 佛性本来就是包含这些 没有什么叫做好看 也没有什么叫做难看 这个才是叫做功德 这个才是真的第二个功德 没有什么好看难看 它就是光明 那么它也是喜悦的 另外它也是空的 也是赤裸裸的 这个才是佛性 才是如来的功德 这个丈夫对老婆讲 老婆我出事了 赶快挥钱给我 太太讲 不要急 慢慢说 丈夫讲 我在 hotel住所 然后抽烟 不小心把地产 烧了三个洞 他们说一个洞 一千块 总共要三千块 我现在只有一千五百块 钱不够 太太讲说 你确定一个洞一千元吗 丈夫就回答 没错 所以我不够一千五百元 太太说 很简单 你回去房间 把三个洞烧成一个洞 这太太很聪明 把三个洞烧成一个洞 只要一千块钱 三个洞 三个洞 只要三千块钱 佛性是不分 没有什么叫做大 没有什么叫做小 没有什么形象 它可以大到无外 小到无内 小到无内 大到无外 所以佛性本身来讲是 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也就是 无量的 无量瘦的 无量光的 无量光 无量瘦的 那个才是真实的 所以没有所谓一个 三个 这种差别 多通没有 这个才叫功德 记得某一天 公司里来了两位极品的美女 美女还有极品的 皮肤非常的娇润 穿着非常的性感 目搜 是来卖养热多的 那么我们眼前一辆 美人要了几瓶 随后美女就讲 有没有哪一位 哥哥要天天喝养热多的 我可以送 我可以送 所有的男同事几乎齐声叫 我要我要 谁知道第二天开始 一个面貌非常和蔼可亲的老太太 天天给我们送洋乐斗 所以佛性没有分别 没有所谓老 没有所谓的少 没有所谓的极品美女 也没有所谓的俊男美女 她不属于两性的 没有对立的 这个才叫功德 最后一个笑话 妻子在厨房做饭 忙得满头大汗 丈夫却坐在餐桌旁悠闲地说 讲道师我最有研究 比如吃猪脑 她就补头脑 吃猪脚补脚精 吃什么补什么 这时妻子端来一盘草猪心 放在餐桌上 丈夫夹了一块放进嘴里 边吃边问妻子 你知道这猪肝跟猪心补的是什么 妻子很不耐烦地回答 是补那些没有心肝的人 这个就是有分别 有分别 吃什么补什么 大部分来讲都是我们 一般的中国人讲 大部分吃什么补什么 那在佛性来讲 你不用吃补 一样的 不管你身体健康 还是你身体非常的衰弱 不管你是老 不管你是少 不管你是美 不管你是愁 完全没有分别 佛性是平等 这个才叫功德 平等没有分别的佛性 就是如来的功德 Omanebemihom 好的 主要是 哪个人 哪个人 在主要 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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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耻或眼所